欢迎来到小小林解析讲座第九集 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要讲解的题目 首先这一题 这一题呢 黑棋呢 目前我们眼见的是只有一个真眼在这边 那我们要利用这边白棋的气景 想办法弄出第二个眼睛 好,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要让他气变到最少的话 那很明显我是只能够冲一下的 然后呢 他这边一定要救回去 他不能从这边爬回去 因为这边爬回去的话 我就叫吃叫吃 再接起来 我就直接活掉了 所以呢 这边呢 冲的时候呢 他是只能够赌过的 好,这个时候呢 我再叫吃一下 然后他也只能够接起来 不然被我吃掉他就活了 那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随手再打一下 有一个小朋友最爱的妙手 叫做一之一妙手 就是在这边 接一个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瞄准了两个可以打结的地方 第一个来这里 第二个来这里 如果要是你接 把我的铺 要是你接呢 我就铺进去 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都会形成一个打结的 好,来看一下答案是不是这样呢 对啊 好,这一题呢 我们要先观察一下 白棋的结构 首先呢 这个地方 应该是必须 白棋一定有一个睁眼在这里 因为呢 如果黑棋强行去破这个眼的话呢 白棋是可以直接弯在这边 这个眼睛无论如何呢 是破不了的 那再来 这边白棋是有第二个扮演的 好,那这边 白棋附近呢 隐隐约约 也有一个扮演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的目的呢 就是必须要先手 把其中一个扮演给他破掉 那如果要是你直接下在这种地方的话呢 被人家一坐眼 哇 你就有点尴尬 因为你这个时候 这个扮演要出现了嘛 所以你只能破眼 那这个时候 白棋呢 就直接弯在这边 你度过去 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呢 他就直接接起来 这样子一个箭壳 他就直接活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要跳在这边 那白棋呢 最强的抵抗 就是直接踹你 好,踹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乱敲乱打 如果你要是敲在这边的话呢 他一接 刚好 他就一个箭壳 他就活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有个妙手 就是送他吃一个毒苹果 铺进去 铺进去 如果要是他接的话 那我一扳 直接死翘翘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他是只能够用吃的 吃了以后呢 我就淡淡的一顶 这样的话呢 很明显 现在白棋 剩下了两个蔓眼 直接死翘翘啦 来看一下答案 跳一个 铺 顶一个 对了 好,这一题呢 跟上面一题呢 是一个类似题 好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结构 这边一个虎口 基本上 可能有一个眼睛 那这边呢 也看起来有个眼睛 中间这里呢 感觉 也有可能有一个眼睛 所以呢 跟上一题类似 我们必须 要先把其中一个眼睛呢 先手灭掉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如期刚好的观众朋友们呢 一定会想到 直接一秒 直接下来这里 但现在下这里呢 是不行的 虽然说你可以威胁到这边的白棋 但是呢 这个时候白棋呢 可以淡淡的 接在这里 好 虽然说你可以吃掉这三颗 但是我一做眼 这里白棋就直接活了 所以在这个顶住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个交换 先断一个 断一个 现在白棋是不能脱手的 比如说呢 你去脱手 小叔叔 你去做个眼睛好了 那我就直接冲一下 再挖 这样你还是翘翘的 所以呢 当断的时候呢 这个白棋呢 只能够直接吃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再顶进去 那这个时候 他自己不能被吃嘛 他只能接 那我再挖一个 就直接全部挂光了 来看一下 好 断一个 再顶进去 这都一样 这都一样 这跟刚刚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 事实上 不是直接挂掉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 这一题呢 是一个实战死活题 然后呢 千万不要乱冲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一冲 他一挡 你就帮人家下活了 这个地方是个活题 好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要单板一个 板一个 那对方呢 这两颗要挂了嘛 所以呢 他只能就 他只能弯一个 那这个时候我再直接点进去 他最强 就只能扳这里 那我再立一个 形成一个箭合点 这边一个度过 这边可以破岩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死翘翘了 来看一下 好 板一个 靠 好 板 对了 好 来这一题呢 要是你下得不好的话 可能会变成盘角弯四 首先呢 我们这边 黑棋是必须一定要扩大空间的 他要直接挡在这里 好 挡了以后呢 现在白棋呢 如果要是放任不管的话 这个黑棋一作眼 直接全部活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白棋呢 是必须要先让这个眼睛变加眼 先板一个 好 板的时候啊 黑棋当然也只能挡住 那白棋就接起来 那这个时候 千万千万 黑棋不能够去拐这个 想说 我活的大一点 好爽哦 but这个时候呢 白棋有个好手 就是可以直接点在这里 虽然说你可以继续扩大空间 但是这个地方被白棋一板到 这里面是一个盘角趋势 黑棋就直接炸光光 所以当下到这里的时候呢 黑棋呢 必须要冷静 直接坐眼 坐在这里 这样的话呢 他就算贴住 我也可以做出第二个眼 这样整块就活了 好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笑话 在国文课的时候呢 老师跟小明 小明说 就是说 你的作业呢 成语写得还不错 但是呢 你都会乱用 我给你造句的时候 你的成语都乱用 所以呢 我要给你多练习练习 怎么样用好成语 首先呢 你先来造一个 形容老师很开心的一个成语 好来请说 然后呢 小明就说 韩笑九泉